一輛一色轎車四輪朝天 卡在國道入中央 整輛車反經凹陷全毀 零件也四散一地 轎車駕駛則受困在車內 動彈不得 警銷貨報到現場後 趕緊用油壓檢破壞後側車門 將受困駕駛移出車外 放置在單架上送往醫院急救 這起事故發生在14號凌晨2點多 23歲的菜型男子駕駛銀色轎車 行經國道1號北上56.2公里時 卻因為不明原因自撞護欄 整輛車翻布在路中央 男子還一度受困車內 撞擊力道之大 整輛轎車反經凹陷變形 車頭全毀 車內的結構也遭到強烈擠壓 毀損不堪 車輛零件四散 擴及到三個車道 現場只剩下路間可以通行 事後警消也出動脫掉車 將車輛吊起 臨層3點多才順利排出事故現場 恢復通車 有關今天臨層正起事故 自小客車駕駛 因不明原因自動不然後翻車 經受疫救之後 目前無生命危險 駕駛經抽血檢驗控 並沒有發現有酒駕情形 至於詳細的造勢原因 還有待警方進一步釐清 記者林中正 趙沛宇 桃園採訪報導